下午好,我是瑞铭,周末五报带你关注几则新闻 新闻的开始先来关注国际焦点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间文化中心的咖啡馆 星期六发生枪击案,导致一死三伤 数个小时后,哥本哈根的一间犹太教堂内再次遭遇枪袭事件 据了解有一人脑部中枪,两名警察受伤 警方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 就在第一起枪袭案件发生后 丹麦首相形容袭击是一起有政治动机的恐怖主义行为 警方警告当地的市民现在逗留在市中心并不安全 下来换个焦点,印尼总统佐科威呼吁印尼妇女停止出国当女用 以维持自尊和尊严 并指示人力部长拟定路线图以便停止输出印尼女用 佐科威最近访问大马、菲律宾以及问来期间 发现这些国家有大约230万名印尼劳工 其中有约120万名是非法的问题劳工 回到国内焦点,由于令吉贬值 导致进口成本增加 如果农历新年后令吉没有回弹 进口到我国的韩国和中国品牌的家用电器将会涨价 涨幅大约是5%左右 大马家电商总会总会长王连发说 就算销售商现今阶段拥有很多的存货 但当供应商宣布售价调高后 现有的存货价格也会跟随调涨 因此消费者最终要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家电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百革时事